接下来带您来到台北当代艺术馆 欣赏汤黄珍的尤里希斯戏器 汤黄珍从尤里希斯海上迷途的神话得到灵感 以多年的时间和真实的行动 深入探索旅行 同时作为行动和预言事件的各种拟态 他坚从抽象心智与实质空间的角度 诠释旅行中的交换 意味、反噬、变动 以及无法被确实捕捉言说的特点 尤里希斯其实是戏元前800年前 河马这个诗人 这个游唱的诗人 游唱的话他就有个乐器在那边游唱 他传讲了一个当时候的人神故事 其中有一个英雄就是尤里希斯 那这个传讲呢 一代一代传到现在 我们还在讲 他是一个神话 那我就像我 那我传讲我去旅行 已经15年了 所以跟他一样 他有一个文本 我们不断地在传述在演绎 所以我把他 把河马先生呢 把这个尤里希斯呢 请出来 那尤里希斯 大家知道他征战 他因为有一个原因 他出发到特洛伊去征战 然后打胜仗以后 他要回家 可是呢 就在他回家的时候呢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际遇 就是神啊 人啊 鬼啊 听说他已经漂流到了遗忘的地方 就是世界的边缘去了 他就是不能回家 那这个很复杂的回家的过程呢 是不是很像 我现在要有一个话要告诉你 我要表述一个东西 那他怎么样 可以一五一十地传递给你呢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旅行 所以把这两点来进行对照 所以把他命名为 尤里希斯机器 在这个展览中 观众将进入 汤黄针策划的迷航旅程 展出的作品 具体呈现了创作者 由思考到传译 由概念到表述 反复地挑战自我 不断逆风奋行的意志和行动 展期即日起至10月19号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 法治新闻来龙许可勇 台北采访报道